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UPZOOT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英特尔最新的第11代酷尔I7 11700K的视频 11代处理器是最后一代14纳米工艺的处理器 在旁边你还可以看到初代14纳米工艺的6700K 这是最成功的一代 以至于后面7代8代9代10代都是用了Skylag架构的加接加版本 对的 没错 从6700K的Skylag架构之后 到第10代基本上价格都没有变过 都是在这个架构上的改进而已 这个6700K是我在2016年买的 那时候好像花了2600 左边这个11700K是我在半个月前 也就是3月16号的时候就预定了 算是定金 尾款 还有我用的一些优惠 总共我只付了2500 那么我这次之所以还拿出了6700K 是因为这是有纪念意义的 初代14纳米和末代14纳米 我想看一下英特尔在6年来的成长 纪念一下这段时光 11代处理器可以说的内容挺多的 它这次终于改架构了 那么这个架构实际上是为10纳米而生的 你可以看到去年就出的第11代处理器的移动端 也就是笔记本用的第11代处理器就挺成功的 它采用的是第三代的10纳米工艺 主机上在2018年就出的第一代10纳米工艺的处理器了 但是频率太低了 实在是没法看 你可以看到这个贴纸升级了 我觉得这个贴纸比这个好看很多 直到第三代10纳米工艺 也就是11代处理器的移动端 终于提到4.7G的频率了 为了充5G频率 所以这次英特尔在11代的台式机 桌面体处理器采用的是14纳米工艺 这样的话频率很容易做高 但是这个架构是给10纳米工艺用的 增加了很多晶体管 增加了单核心的面积 如果用14纳米实线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个芯片放大了 只会导致功耗增加 然后发了亮眼增加 由于面积的增加 它塞不了更多的核心了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这次Corea就严格了两个核心 而且这次增加了AVX512F的指令机 这个指令机对视频剪辑还是很有帮助的 还有一些科学计算 数据中心也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一般人是用不到 这个512F的指令机 所以说你也可以关掉 关掉之后还可以节省功耗 降低发热量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装一下固态 这个是PM9A1 PCIe 4.0的固态 这个是PM981A 这个是PCIe 3.0的固态 这后面还有一个贴的 装固态能非常的简单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硅垫的保护膜给射了 好的 第二条固态 看来我需要捅住了 好了 撕下来了 下面这个散热片会比较长 那看到没 哇 我好像弄烦 对这样子 接着咱们来装内存 两条芝奇的皇家机320016g乘2 用这两个插槽 不得不说芝奇这个内存还是挺漂亮的 转财风格 接下来给大家看下装好最后的效果 机箱是连类的O11 mini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散热器是Alpha 很酷的北极兰加北极熊串联起来的 风扇是海盗床的L120 然后线材的话是用定制的镀影模组线 CPU11700K 主板的话是华显的Z590EX WiFi6E 内存的话是芝奇的皇家机 显卡是2070Shopper 电源是SF750白金板 固态的话一个PM9A1 一个PM981A 成功开机 Z590EXWiFi6E 1170K 3.6G 32G的内存 XMP2.0 Profile1 那水平到了 两块 NVM1 一个500G 一个100 一个1T 这个RGB的灯效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来调一下风扇 处理器一是水泵 所以说我就是为100 让它满速运行 然后茶粉 茶粉1 我这个是水泵 水泵的话也是DC模式 全速运行 OK顺利进入 器团转机面了 我先清一下固态 第1块 OK 先拿装 我们要成名量 装一把 下一步 许可调光 下一步 自定义 这个微分开的空间 新建一下 是的 哇 好快 来下一步 开始安装 你看看这个百分比的跳动 这里建议大家登录你的微软账号 因为后面的话 数字权利 适合你的账户 绑定起来 OK 已经安装好了 我刚登录了我的账号 现在已经 与我的账户关联的数字 许可证起火了 因为大家只安装图形 不安装 那个Experience OK 其实我们程序安装好了 然后重启一下起来 这边安装一下VC 好的 然后安装一下OBS 下一步 sip on 这边 安装 接下来 开启 卓越性能模式 开启 设备 设备 系统 然后 在电源管理之中 更多电源 锁 卓越性 开启 真棒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PCIe 3.0的使用体验 接下来给大家演出的是PCIe 4.0的使用体验 请用一下大型软件 是不是很明显的比刚刚快很多 启用一下工作流 好 好 加软件好 好 加软件好 现在带机上10多度 好 咱们关机 这就好 不得不说 这16个框框看得很爽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堆MKV的文件 刚刚录制好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用OPS把MKV转成MP4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多快了 好的 立即转换 搞定 简单来说 就是你固态硬盘越快的话 转换也就越快 好的 接下来下载一下游戏 它现在分配磁盘工件 你的固态硬盘越快的话 这个分配的速度也就越快 好了 开始下载了 接下来它就可以标到满速了 我这个是200兆的光纤 好的 28MB一秒了 还是可以的 很稳定 顺便下载下彩虹6号吧 待会有测试的 在这里我新建一个编码任务质量60速度3 这是个15分钟的视频 来看一下11700K要压制多长时间 压制结果我后面有做出表格给大家来看一下 不过现在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11700K压制15分钟的时间耗时18分钟 如果你开启了AVX512F之后耗时13分钟 比6700K的42分钟快很多 接下来我们导入一堆的4K视频 也就是本期的素材 而且再提一下 之所以还有6700K 是因为它是具有今年意义的 初代14纳米和现在的末代14纳米 来看一下英特尔这几年的发展 并不是因为它具有对比意义 因为它们两个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竞争对手 接下来我们给这几十个4K视频的创建代理 这是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它可以让你4K剪辑起来更为轻松流畅 好的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在M1的自动创建很多代理的转码任务了 如果你不开代理的话 剪辑4K视频就是这么的卡 如果你切换了代理之后 你会发现超级流畅 丝滑般顺滑 这是不开代理的时候 CPU占用率表现 开了之后的占用率就低了很多 而且即便是8核心16线程的MD5800X处理器 也是这么的卡 即便是把预览降到1%的分辨率也是非常的卡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测试数据 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使用体验 真实的数据绝对没有造假 这个数据我已经测了两天了 4月2号道的处理器 今天4月4号了 我还没有把视频做完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测的 所以说就留空了 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测了 这次之所以还有6700K 是因为它具有纪念意义 初代14纳米和末代14纳米 感叹一下英特6年以来的发展 看下跨度有多大 并不是它具有对比意义 因为它和11700K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同时我还做了一些图表 大家可以更直观的看 如果你不相信这些数据的正实性 想做干净 想较真 随利 反正我是评量性测试的真实的数据 我没有收过钱赞助 我也是消费者 我前两个月卖了很多东西 所以说才涨够了钱买这一颗处理器 我之所以想测试想拍视频 是因为我有买东西拍视频 写评论和赛单的习惯 想把自己正式的使用体验分享出来 其实这一颗11700K的处理器 你关掉AVX512F之后情况还好 还可以接受 那么这是测试环境的配件 你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是up主 所以说比较注重的是视频压制紧接的性能 这次测试了一下4K24帧的视频 首先质量60速度2的9分钟的4K视频 还有质量60速度3的15分钟的4K视频 其中15分钟的视频 6700K耗时42分钟 11700K只耗时48分钟 如果你开启了AVX512F之后 耗时13分钟 接下来是9分钟的视频 6700K耗时24分钟 然后5800X11分钟 然后11700K9.8分钟 这个是CPU-Z的单核心多核心的测试 这个是R20的单核心多核心测试 这个是PCMark还有3DMark的一些跑分 这个是代机温度还有功耗 11700K代机的时候是0.6V左右 只有12瓦的功耗 然后温度30度 因为CPU和显卡是串联水路 所以说RTX2070 Super 它的功耗只有18瓦 代机温度29度 当考FPU的时候 11700K 85度 功耗186瓦 受到CPU的温度影响 这个显卡的温度也上升到35度了 当考GPU的时候 RTX2070 Super 217瓦 温度45度 然后11700K的温度55度 功耗59.5瓦 从考的时候 CPU90度 显卡51度 那么功耗分别是194瓦 182瓦 接下来完全建设 20K高画质的温度 你可以看到 11700K的47度 显卡的42度 因为网游戏的时候 CPU和显卡的占用率 是不可能同时满载的 而且占用率都是不固定的 所以说网游戏的温度 它肯定比考G的温度还低 如果你开机AVX512F之后 功耗可以200瓦以上 然后温度81度 接下来是固态的LPS的测试 一个是PCIe 4.0的PM9A1 还有一个是PCIe 3.0的PM981A 还有970 Pro 不得不说PCIe 4.0是真的快 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它是真的比3.0快很多 你可以感受得出来的 无论是系统安装系统启动 大型软件的启动 还有视频压制剪辑 整个流程给你一种行李溜水的感觉 非常的快 真的比3.0快很多 这个是不同队列深度的 接下来这个是Z590和B550的PCIe 4.0的对比 你们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是Z590和B550的PCIe 4.0的LPS的对比 接下来是游戏性能的测试 真的是让我大吃意惊 你可以看到6700K 在4K高画质的情况下 不到60帧了 能不能换了11700K就能100多帧 这是非常真实的数据 绝对不假 这是1080P高画质的测试 6700K1 119帧 11700K1 195帧 换成彩虹6号之后 差距就没有那么巨大了 我只能说旋见凤数2的差距 它只能算是个例情况 这个是彩虹6号的1080P高画质的测试 游戏我只测了这两款其他游戏 你们就自行脑补成绩吧 因为我主要玩的是Xbox的游戏 我不玩PC的游戏 所以说就只能这样了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忘了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是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